大家好我叫蕭婕宇 我叫陳家邦 這是我的作品它叫香板 這個是用火烤過然後再折出來的 我覺得它比較像我們在過程中 然後遇到的挫折 然後就是留下的印記 然後我以包包為主題 因為我覺得包包呢是 它給我是一種陪伴 我覺得它是一種心靈的探索 因為鐵的話就是我又把它用成生鏽 就是有一種皮革的感覺 然後皮革就是比較可伸縮性 然後比較耐 然後我覺得它跟我的個性比較像 就是個性比較倔一點 然後就是為了一個為了夢想 然後比較堅持去做一件事情 我的這件作品 擬太螳螂 是利用昆蟲的擬太行為 作為出發點 我是將它的環境拉到 跟人類社會當下的環境之中 我是利用蘭花螳螂的概念去 作為這件作品的延伸 那我是 那蘭花螳螂會利用 就是它會把自己 隱身在蘭花裡面 然後藉此增加它捕失 或是躲避天地 我讓螳螂跟雨傘做一個結合 在生存的當下以外 它還可以有它原本的一些 習性在蘭花螳螂 因為這件作品 在大陸上 在這件作品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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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